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连公车都整辆被吹翻 还有起重机硬是被吹倒 当场波及压回附近民宅 印度东北部三号 遭到二十年来最强气旋 法尼横扫肆虐 所到之处满目疮痍 一个当中的四季度 颇见到两长万公里的风 撑着相当于四级飓风的威力 法尼带来狂风暴雨 当局不敢懈怠 新建900座避難所 緊急撤離120萬人 多達1億人受到威脅戒備 這是最強的循環 去攻擊地區 由1999震撤了至少10萬人 部分地區停班停課 上百個航班被取消 成千上萬人為了躲避風暴 滯留在火車站 雖然暴風圈登陸後 威力逐漸減弱 但已經造成人員傷亡 有人遭樹木壓死 還有人心臟病發喪命 每年一到熱帶氣旋季節 基礎建設發展不均的 印度總是災情慘重 印度總理莫迪已經宣布 投入1.4億美元應變救災